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奇纹 人和猪物种不同 但是科学家最近已经成功培育出人和猪细胞混合的胚胎 这项实验把人类的干细胞注入猪的胚胎里 再把胚胎植入母猪的子宫内成长 四个礼拜之后 干细胞可以发展成许多种组织的前身 包括心脏 肝脏和神经元 实验成功的人猪混合胚胎缠合体 让利用动物胚胎培育出人类器官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 美国平均每天有22个人因为等不到器官移植而死亡 为了解决全球器官短缺的问题 科学家不断尝试在人体外培养器官 人猪混合胚胎证明一种器官移植有可能发生 另外也有研究团队证明 混合小老鼠和大老鼠的前合体胚胎 可以培养出提供人类移植的器官 研究人员希望 未来可以在牲畜身上利用前合体胚胎 培育出人类组织提供器官移植 但是把人类细胞注入动物胚胎的伦理问题也引发疾变 反对的人表示人和动物之间的神圣界线不应该跨越 万一前合体形成有人脑或者是人类生殖器官的动物 后果不堪设想 另外一个奇闻来看 机器人也可以当记者写新闻稿 而且机器人写稿的精准程度不输给真人记者 写稿机器人的技术来自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研究团队表示 从采集资料分析规划结构到用字潜词 机器人都可以做得和真人记者一样精准 而且还有真人一样的情感用词 以下这段新闻稿就是机器人写的您听听看 他写到火车票全部卖完 想要去这些地方的朋友只有另谋他法了 余票最少的是广州到郑州 上海南宁均只有一张 有需要的旅客赶紧动手啊 机器人写稿的口气就像真人的口气一样 而且机器人写一篇新闻稿只花一秒钟 下笔有如神柱 让真人记者整个望尘莫及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